一起脱毛毛的模型 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毛毛 脱毛这件事 你以为只是我们现代人的专利吗 No 这期用模型让你们开开眼 在石器时代 原始人阿毛生活的环境十分的货劣 狩猎的日子里天天打架 长长的毛发实在是碍事 同时长毛的地方往往潮湿温暖 这里就成了寄生虫们的乐园 于是阿毛们为了安全和卫生 选择脱毛 怎么脱 用磨得锋利的石头刮掉毛发 用贝壳拔掉顽固毛 后来古埃及人 把光溜溜的身体看作是完美的形象 脱毛就成了刚需 哎 马真帅 怎么脱 用青铜剃刀一顿削 剃脱自己之后 他们还会戴上动物的毛发 制成的假发 以衬托自己的美丽和洁净 所以你看到的壁画都是这样的 而不是这样的 到了古罗马时期 毛发少成为了身份高贵的象征 当时的贵妇为了皮肤光滑 采用了化学手段 用带有强腐蚀性的混合物 灼烧身上的毛 哎呀 太狠了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脱毛工具经历了多次的变迁 只是简单地把这个毛给脱干净 已经不能够满足要求了 不能烫 不能疼 不能伤皮肤 好多都太大了 得轻便 效果得持久 胡子能脱吗 自己能操作 自己能操作 哼 小意思 巴拉拉皮皮虾万能造物机 变 You like 蓝宝石冰点脱毛仪 首先 用附赠的刮刀 刮去表面的毛帕 接着 用这个平面厨房头 压紧皮肤进行脱毛 叮 哇 不烫也不疼 划重点了哈 光学蓝宝石高级了 它具备更优的透光性和传导性 光能可以直达毛根 就像这样 外面这层就是我们的皮肤 里面的这个黑气球 就是毛根里面的黑色素 启动开关 啪 保护皮肤 避免高温的灼伤 机身小巧使用方便 一击搞定全身脱毛需求 快去让它为你脱毛毛吧 脱毛毛 脱毛毛 脱毛毛